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保余药剂师为大家讲解 Daisy 你好 你好阿王 Daisy 其实想知道胆固醇是否正常 是否要验血的呢 和胆固醇是否有分好和坏的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验血检查 来看看我们胆固醇的含量有多高 其实我们血脂是一个种称 它有分开两个不同的部分 一个我们叫金油三脂 另一部分就是胆固醇 而胆固醇我们也有分开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HDL 或者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LDL 其实低密度胆固醇 它是造成我们足强 血管眼化的危险因子 所以我们也叫它做坏胆固醇 但反过来高密度胆固醇 它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血管里面 一些积聚了的胆固醇 其实它可以减少我们血管眼化 是一个好的胆固醇 其实如果胆固醇过高 其实有什么健康的风险 其实胆固醇过高 我们主要讲的是 如果低密度胆固醇 即是坏胆固醇太高的话 其实它会积聚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面 形成我们的血管足强硬化的情况 令到血管收窄 令到我们的血压上升 甚至可能会造成一些血栓 阻塞了我们的血管 那就会增加了我们患心脏病 和中风的风险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 如果我们的金油三脂太多的话 其实血都会变得比较稠 也会增加了我们患观心病的风险 其实降胆固醇的药物就是好几种 其实最常用的就是叫他丁类的药物 其实原理是怎样的呢 其实他丁类真的是最常用的一种药物 因为它主要是减少肝脏去制造胆固醇 所以它的效果都非常之好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降低低密度胆固醇 就是我们讲的坏胆固醇 它主要留意的地方就是这种药物 很多时候我们会建议在晚餐之后吃的 其实他丁类的降胆固醇药 本身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它的副作用方面最常见就是 腸胃的不舒服 可能消化不良 肚射 另外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有些头痛 或者觉得失眠的情况 其他的副作用包括一些肝功能的影响 以及引起一些肌肉的毛病 所以在吃这些药的市民 我们都特别建议一定要找医生覆尘 因为我们需要定期去检查你的肝臀功能 因为你自己未必会知道 而另一样东西要留意的就是 如果吃了药之后出现了一些 你解释不到的肌肉酸痛 酸软 甚至觉得很不妥虚弱的情况的话 记得立刻联络医生 这个可能是一些比较罕有 但严重的肌肉毛病 我们叫做华文肌肉解 除了可以降胆固醇之外 还有一些药物可以降低金油三支 是什么药物呢 其实有另外一些药物可以选择 有一类我们叫做微纤维酸类药物 我们叫Fibrate 这种药物主要作用就是分解脂肪 以及减少金油三支和胆固醇的合成 主要作用就是用来降金油三支 而另外一种我们叫做烟酸类 烟酸类我们叫Niocin 主要是降低金油三支 但同时可以降低低密度胆固醇 以及提升好的胆固醇 高密度胆固醇 作用其实是比较全面的 是否通常是吃完他丁类药物 无效才会转用这两种药物呢 其实都要视乎情况 因为不同药物有不同的副作用 很多时候我们看看我们的治疗目标是什么 这两种药物有什么副作用 其实说到微纤维酸类的药物 主要我们担心的东西 就是和他丁类药物有些相似 就是引起一些肌肉毛病的副作用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地方都要留意 而另外一种烟酸类的药物 虽然它的作用很全面 但其实是比较少使用的 因为很多病人使用完之后 他们都会投诉副作用比较厉害 而他们想停药的 因为主要的副作用是和血管抗张有关的 可能会引起头痛 引起我们的面热 潮红的情况 而是比较不舒服的 还有什么药物可以选择呢 其实另外还有一款药物 我们叫做胆固醇吸收抑制制 这个作用就和刚才我们讲过的不同 因为它主要就是减少我们在小肠里面 吸收胆固醇的 它都有效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胆固醇 就是坏胆固醇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单独用它 或者我们可以配合他丁类药物 因为他丁类药物我们是减少肝脏制造 这个就减少长度吸收 所以其实有相负相成的效果 即是可能同一时间要吃几种的 降胆固醇药物 有可能需要的 是的 但其实原来有这么多种药物可以用 病人是怎么选择 还是由医生去决定用什么药物呢 其实要留意 就是所有降胆固醇药物 都是需要医生处方和药剂师监受 才可以用到的 所以市民千万不要自己打算购买这些药物 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实医护人员 我们是会根据你本身的 驗血报告里面的数字 就是究竟看你是胆固醇高 还是甘油三支高 看你本身患病的风险 即是你本身有心脏病或者中风的风险 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降胆固醇的目标 而选择不同的药物 所以一定要跟医生的指示 其实除了吃药之外 胆固醇高的病人 其实还有什么可以做 有没有什么可以减低血管硬化 或者比如心脏病中风的机会 其实任何药物都好 除了吃药之外 我们要配合正确的生活态度 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药物的效果才会得到理想的表现 所以要留意我们平时 减少吃一些饱和脂肪高 和胆固醇高的食物 例如说一些内藏 雞皮 或者全脂奶 芝士 多些吃一些 乳类和纤维高的食物 包括蔬菜水果 我们说一些糙米 这些全蜜的食品 还有记得要行常运动 就是30分钟至1个钟头的运动 跑步 踩单车 游泳 都是很好的选择 多谢林保余药剂师 讲解了这么多 关于《降胆固醇》的资讯 今集时间又到 下集时间再见 拜拜 NOWnews24.com